为什么没有人敢去养殖黄鼠狼 要知道它可浑身都是宝 只要养出来拿去卖 就能轻松挣得盆满钵满 难道是因为它们身上诡异的传说吗 真相当然不会是这个 黄鼠狼这种动物 在中国绝对是家喻户晓 即使现实中没有见过真生 也一定会听过关于它的种种传说 在民间 黄鼠狼是五大仙中的黄仙 能够修炼成精 拥有邪性的法力 还非常记仇 一旦有人招惹到它们 它们就会展开疯狂的报复 令人出现魔症 这一点在聊斋制宇中多有体现 因此老百姓一般也不会直无其名 而是将它们称作黄大仙黄皮子等 另外黄鼠狼还非常喜欢猎杀家庭 村里村民辛辛苦苦养的鸡 早上起来一看被咬得死伤一片 可是又不敢打 因此人们对它们是又拒又恨 慢慢的黄鼠狼在人们眼里 就成了邪性的象征 但是黄鼠狼真的充满邪性吗 其实一切都是我们的物件 黄鼠狼学名黄幼 是哺乳缸又科的小型食物动物 体长一般在28到40厘米 尾长12到25厘米 身体细长 周身皮毛棕黄或橙黄色 是典型的夜猫子 生活在平原 沼泽 村庄 山区等地 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 其实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并不是家禽 而是让人类厌恶不已的老鼠 根据调查 一只黄鼠狼一夜就能捕捉到7只左右的老鼠 一年足足有2000多只 如果按照一只老鼠一年偷吃一斤粮食来算 那么一只黄鼠狼在一年的时间里 就为人类保护了上千斤的粮食 从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黄鼠狼对于人类来说 妥妥的算是一手 而捕猎家禽的原因 则是因为到了冬天 老鼠生藏起来 黄鼠狼缺少食物 才不得已攻击家禽 那么它们身上的法力又是怎么回事呢 千万年以来 每种动物为了生存 都进化出自己独特的滋味能力 而黄鼠狼依靠的 就是它肛门两边的一对臭线 当遇到危险时 能从里面分泌出 令人无法忍受的臭气 甚至会让人头晕眼花 这就是所谓的黄大仙法力 并且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黄鼠狼浑身都是宝 首先就是它身上的黄色皮毛 不仅皮毛细密 而且很有弹性 是高档皮草大衣的上等原材料 是众多土豪所追捧的皮毛之一 其次 它尾巴上的毛 是制作狼豪笔的优质原材料 一只做工精良的黄鼠狼 尾巴所做的毛笔 价值甚至能够上万 最后就是它身上的肉 在中医里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具有治病和温慎的作用 这一点在许多中医书籍中 都有记载 既然黄鼠狼的价值如此高 但是为什么没有听说过 有农户养殖呢 首先就是因为黄鼠狼生性狡猾 且充满野性 难以驯服 曾经有人试过捕捉野生黄鼠狼 进行人工饲养 但是黄鼠狼只要见到人 就一直在逃跑 人为想要让它们繁育 是很难完成的 再加上它们自身的臭腺味道 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而且黄鼠狼作为一种肉食动物 饲养它们就需要每天提供 大量的肉食 这个巨大的开销 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起的 再加上黄鼠狼一年职产一窝 幼崽数量只有2到8只 这样的繁殖能力 对于需要批量出货的养殖户来说 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再加上 虽然黄鼠狼浑身都是宝 但是在市场上都能找到同等的替代品 所以导致它的需求量并不高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黄鼠狼已经列入我国 三有保护动物 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想要人工养殖 就得先办理相关的证件 就这一点 就足以劝退养殖户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养殖黄鼠狼的收益 未必能抵得过投入的成本 养殖户也只能叹气 黄鼠狼可是养不起的主啊 不知道大家在老家 有没有见过黄鼠狼呢 本期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将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的动物知识 那么下期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